单身这么多年了 自主这么多年了 自由这么多年了 所有的主义都是自己来拿 现在突然间没有自由 对 要有一个人来商量 就觉得不对了 对吧 是啊 这不是已经在一起四年了吗 对 就在一起四年了 他都没有说有些事情 能跟我商量 习惯了 四十多年都自己做主 你们在好了之后 住在一起 这四年钱谁管 也没说谁管 就是大钱的时候 我们俩是放在一起 你们俩谁挣得多 他挣得比我多 多多少 几百块钱 多三分之一吧 多三分之一 今天来这儿道理是什么 再问一次 今天来这儿 我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够 对这个家庭将来有一份责任 我也想请各位专家来 来评论评论 要来评论 您有没有问过他 他还想不想跟您继续 这样的方式在一起 这个我从来没有问过 问一下啊 我帮您问吧 还想吗 应该是 那你可想好了 没自由了啊 我觉得 真有女人管你了啊 他为 牵扯 就是会干涉到你的交友 会干涉到你怎么花钱 这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了啊 是 接受得了吗 能够接受 确定吗 不确定 不确定嘛 其实就是不确定嘛 所以您还以为 这关系就铁板钉钉了 我也 可没钉钉啊 人家不确定呢 当然我心里也很便宜 那你这段关系里图什么呢 但是我希望 他有能够所改变 咱人到中年了嘛 咱就说点最现实的嘛 如果他对你好 我们可以理解 对吧 现在等于你一个人 一段感情开始了 要照顾两个男人嘛 其中有一个男性 二八十多岁 一个老先生 这很辛苦的呀 就为什么呢 因为我出生了一个 比较传统的家庭 既然当初我们俩走在一起 就我觉得就应该 不是 您有传统家庭 您就不应该还没结婚 就搬进去啊 我指的传统 就是因为我觉得 既然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 他就应该有所改变 他改不了呢 两个既然能够生活一起 他就能够为对方去着想 他没有啊 是是是 所以我们都带着各自的 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冲击 走到一起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发现 美好生活 和我想象的样子 不太一样 对吧 是 所以这个时候 女生的想法是 我希望你能改变 然后回到我想要的 那个美好生活里 对吧 是 先生的想法是说 哎呀 这个美好的生活 没有那么美好嘛 我现在犹豫嘛 我举棋不定嘛 我试继续呢 还是有可能我要跑啊 是不是这状态 是啊 那应该怎么办 各位老师 你们看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院 生活将就了以后 累的是自己 又累心 又累体力 我想说一下刘女士 您今年是五十岁了 是 但您活得跟一少女一样 您根本不知道 婚姻到底是什么 您想象的婚姻生活是 我为你付出一点 你也为我付出一点 我们两个一起把这个日子 过成我想要的样子 但根本不是 刚才您跟您男朋友 在对话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所以我觉得您这四年 最苦的一个地方是 您自以为是的 在为这个家付出 的确您做了很多 但是您做的很多东西 并不是能够得到双向回报的 您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两个男人 没有辞职家能力的男人 是需要您来照顾的 您很清楚地知道 但您想象的却是 我就想要过浪漫的爱情生活 根本没有 所以我会觉得 您的付出到底是为什么 以前那个家没了 为了得到新的一个家 还是您真的想要一个 您想要的家 如果您想要您想要的生活的话 我劝您赶紧离开吧